说到佛教,现在请各位好好地想一下 你印象中的佛教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两类 一类受到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 看到寺庙中各种求神拜佛的仪式 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信仰 还有一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并且也喜欢思考 他们深入地了解了一些关于佛教的内容 甚至还读了不少佛经 一番思考之后,他们得出结论 佛教是一门关于解释人生和宇宙的哲学 但其实这两个答案都是错的 想要了解佛教的本质,就得先了解佛教的起源 佛教的创始人是斯达多·乔达摩 斯达多·乔达摩出生于印度的一个皇室之家 是匹加罗魏国的太子 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 了解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感觉人世间充满了各种痛苦 于是决定出家修行 寻找解脱这些痛苦的方法 就跟老国王说他要出家 但国王并不同意 打算让他继承王位 后来谁也没说服谁 国王就把太子给远近起来 但是此时的太子去欲已决 在一个夜晚跑路离开了皇宫 那一年,斯达多·乔达摩29岁 太子离开皇宫之后 在外面寻找各种修行的方法加以修行 这些方法主要有禅定和苦行 用各种方法修了六年之后 杰德始终未能得到最终的解脱 于是开始思考真正的解脱之法 后来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在菩提树下打坐修行 用这个方法修了几天之后 终于悟道成佛 脱离了世间的痛苦成为佛陀 佛陀的意思是开悟者 觉醒了的人 此外,斯达多·乔达摩也有其他的称号 释迦摩尼 也就是释迦族的圣人 释尊 整个世间的尊者 这一年,斯达多·乔达摩35岁 而帮助斯达多·乔达摩解脱痛苦 成为佛陀的方法 就是佛法 佛陀在得道之后 决定开始普及他的佛法 普度众生脱离苦海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佛陀普得是法而不是教 虽然在佛教漫长的历史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 佛教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唯一能让人感到欣慰的是 现在的比丘、僧侣在做推广的时候 使用的说法还是传法或者是弘扬佛法 而不是跟其他宗教一样的传教 在佛陀传法的那段时期 有很多人跟随佛陀修行 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些追随者当成是佛陀的信仰者 但其实并不是 这些人是来跟佛陀学习佛法的 切切地来说他们是佛陀的弟子 属于师生关系 佛陀是非常反对别人将他神化 对他产生个人崇拜的 甚至会严厉地去惩罚那些搞各种形式崇拜的弟子 如果对佛教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 佛像大概是在佛灭后五百多年才开始出现的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佛陀在世的时候 一直反对各种形式主义的崇拜 否则只要他不反对 那些追随者早就将他神化 建立起各种寺庙将其神像供起来 而不是拖到佛灭五百多年之后才开始出现佛像 本来依照佛陀的本性而言 是不应该如此强烈地反对某种事物的 但是他清楚地知道 人类太喜欢在自己心中树立起一个神 然后将所有的精神寄托其中 如果他不强行禁止这些东西的话 他所传授的佛法就会被对他的个人崇拜所淹没 他所建立的一切将会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宗教 跟印度的其他宗教别无二字 佛陀在印度传法的过程中 有遭受到印度宗教的一些挑战 但是这种挑战并不是宗教之间的斗争 佛陀本身没有任何宗教派别之间 就是单纯地传授一个帮助众人解脱痛苦的方法而已 不管你是什么人 只要你愿意学习甚至是了解一下 都会无私地教你 佛教对修行者制定了一些戒律 里面没有一条说要完全听从佛陀的话 对佛陀要有虔诚的信仰 也没有任何一条说要禁止别人信仰别的教派 佛陀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经文 在他入灭后 弟子们为了不让佛法失传 开始整理佛陀所传下来的佛法和其生平的言行 于是慢慢开始形成了最早的佛经 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 佛经越来越多 有一些比较有文化 善于思考的聪明人 他们想要研究佛教 或者是想成为一个佛教徒时 不出意外的都一头扎进了这些经文之中 把他当成了一门哲学来研究 最终掉到了坑里 当然也有一些特别聪明的 在一番研究思考之后 发现佛学其实并不是一门哲学 成佛之路也不是看谁的佛经背得又快又好 于是又从那个坑里爬了出来 佛经的作用在于把人引向成佛之路 一旦把佛经当成了那条路 就是舍本竹墨掉坑里了 很多人都知道佛教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那就是众生皆苦 但可能知道这句话的下一句的人就比较少了 下一句是唯有自度 这句话的意思是众生虽然都很痛苦 但是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别人帮不了你 这句话其实非常的反宗教 我都要靠自身的努力了 我还信神干嘛 咦 等一下 佛教里面还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 普度众生 那你到底是度还是不度啊 难道佛祖也是个大猪蹄子不成 并不是 佛教所说的普度众生 其实就是把方法教给你 方法教完之后 剩下的就靠你自己的努力了 这两句话的意思结合起来等于一句俗语 师父领进门 修行看个人 佛法只负责领你上路 至后面怎么走 你自个度去吧 万一有人不信佛法 不肯上道怎么办 没关系 佛教里面还有一句 叫佛度有缘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爱婷婷不停滚 并不是想要跟你要钱的意思 千万不要理解错了啊 如果就理论而言 作者本人对佛教 在理论上的理解应该是当时第一的 但是这个理论第一人 在理论上最大的发现就是 搞理论对于成佛开悟的境界 没有任何的帮助 甚至还会成为一个障碍 当我在理论上理解开悟的境界时 却尴尬地发现 我甚至比普通人离开悟的境界还要远 因为我实在太有思想 太善于思考了 而这些都成了我的枷锁 如果我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还带了一丝的得意或者是懊恼 又再多上了一道枷锁 所谓佛的境界 不是哲学 不是理论 不是概念 不是思想 不是观念 不是学问 不是任何思维层面上的东西 你是不可能在书本文字里面找到它的 迪卡尔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 我思故我在 短短的几个字 奠定了迪卡尔在哲学界大神级的地位 最初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认同 感觉好有水平 知道我在理论的层面上了解到了意识的本质时 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话佛教那边就没人出来怼一下吗 后来 我真的在一个介绍三摩地境界的视频里面 看到这句话被拉出来怼了 当然 在那个视频里面 所说的内容 在一般人看来也是玄而又玄 跟白话文版的佛经差不多 一般来说 能够发现迪卡尔那句话有问题的人 都是在开悟或者灵性的境界上有一定成就的人 因为到了他们的程度 很自然的就会从自身的感受中发现这句话的错误 但是我并没有到那个境界 也没有那种能力 只能靠理论推理得出 这也是我敢自称佛教理论第一人的原因 或许你会觉得前面的说法有些神棍了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易懂的故事吧 少年 你喜欢打篮球吗 喜欢啊 这就对了 少年 我看你根骨齐青 一看就是个打篮球的好料 真的吗 当然 我这里有一本NBA宝典里面记录了多位NBA大神的经历和感悟 你只需要把这本书拿回去努力备熟 保证用不了多久就能达到NBA的顶级水平 甚至拿NVP什么的也不在话下 听了这个故事 只要不是个傻子都能知道这很荒唐 但到底有多荒唐呢 就跟你想通过研究佛经理论成佛一样荒唐 成佛开悟的过程跟打篮球有一个相似的本质 那就是他们都是一种技能 一种能力 需要通过训练来获得的 纸上谈兵是不行的 只不过篮球是一种通过肢体跟表象世界交流的运动 会对外产生信息 所以我们一眼就能看到它的本质 知道篮球的技能是通过训练得来的 而实现开悟的过程是一种大脑意识的训练 需要隔绝外部的表象世界 更不会对外产生任何信息 我们无法直接地看到这种大脑的运动 当我们从外部去了解它时 就很容易一头扎进理论经典中 埋头苦学 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 当然对佛的理解学习也不是完全不需要理论 只是你要清楚地知道 那些理论能起到的最大作用 就是把你引上那条路 而不是路本身 如果一头扎进去了 那就是走偏了 对于佛教的理论 其实你只需要清楚地理解五个字就行了 那五个字就是 戒 定 慧 止 观 如果你觉得这五个字还是多了 我还能再给你删两个 把止观给删了 就留戒定慧三个字 因为止观跟定慧存在一定的重复 戒定慧 并不是佛法的传播 但它是佛法的精髓 就这三个字 只要你能够清楚准确地理解这三个字 就可以不用再看任何关于佛教的理论经典什么的 不过这三个字并不是那么好理解的 他们的理解难度依次递增 以那个最难的慧为例 假设有一个天才少年 15岁考上博士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慧 我允许你先去网上搜一下慧这个字的定义 如果你说是的话我也不反对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这个慧不是戒定慧的慧 好了 对于佛教理论的介绍 就先说这么多 当然这肯定不是传播 毕竟戒定慧到底是什么我还没有说呢 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 想要提问或是交流 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联系到我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或是订阅我